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会多些用小糖菜和椰菜这两种菜 配搭些什么?用肉片炒吧应该怎样都好吃了 我说的肉片并不是单单纯水瘦瘦的猪肉 而是五层肉 做法当然会复杂一点 要飞水白煞 拿起去再用冰水浸完 再等肉收紧之后 然后薄切 再用蒜头豆豉爆香 再加些豆干 最后加椰菜 如果你吃辣 加一点紫天椒 我包你回味无穷 不好吃 我真的敢切头给你坐 其实薯仔炆鸡 番茄牛肉炒蛋 这类的家常菜式都可以做 因为我认为我不管那些人是基于什么理由来帮衬你也好 如果他每天来买饭盒 吃来吃去那三五款 很快都会闷了 不想再帮衬你 所以菜式最好常常可以有得换 就像你妈妈煮饭 一天三餐不同菜式一定有 再何况一年365天都是妈妈煮饭 但你妈妈有本事可以每天月月年年都不一样 而且吃到你不觉得闷 更何况我们只是做一天一餐这个饭盒 用一点脑 花点脑筋想想就行了 甚至乎我觉得好像妈妈那样 尝不止夏天做凉面 心情好做些复杂的排骨菜饭 甚至乎包一下饺子 我认为都应该受到街坊欢迎 我不管他们想什么 但整个星期天天不同款 吃那个是否很开心 如果香港有这样的饭盒 我也很乐意去帮衬 只不过这样的营商环境 台湾还有条件 但香港了 如果真的不开店 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摆档才行 难道每天走鬼吗 走得多找鬼帮衬你 如果每天都要走鬼 又找鬼做吗 咱们 咱们 咱们